Hello, 欢迎各位来到 Phone2Phone.hk 第一次的视频 小弟的 Phone2Phone.hk 由 2008 年开始 一直都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古灵精怪的手机 或者是香港没有推出的手机 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多些, 见得多些, 玩得Pro些 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经典, 大家很怀念的手机型号 我们都在我的网站上有出现 这次是第一次跳出了这个平面 以一个视频的形式去介绍一个手机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首先, 今天先看看介绍什么 这个是很有型的包装 其实这个是法国品牌Sarjam 就是帮Puma生产的Puma Phone 一个是以栽鸡蛋类的纸皮 纸兜的物料去造成的工具箱 包装也是很有型的 也很有心思的 也很有环保的概念 这里有一条带, 有个Logo 先打开它看看 看下来看看 哇 那里面就遮蓋好了 就放了不同类型的配件 那里面 这个机本身 这个Puma Phone 红色的一个电池 一个 红色的 好像一个抹布的涌布 一个 红色的 USB的充电器 另外 另外 就一个 红色的 一个 飘马的 一个 耳机 红色的 USB 红色的 整件事的 配件 其实是很有心思 很有心思 很有Design 其实有时候 例如你做一个 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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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老实说 在成本上 和你用一个 普通黑色的 其实真的 没有什么分别 可以说得上 是没有分别 但是往往 就是这些 心思 其实就会令到 消费者或者 用家 会有一个很大的 印象 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 设计 所以其实 心思是不用钱的 不需要说 你多用两个 心思 令到 机的成本 会大了 那绝对是 不会的 所以有时 希望大家各大 厂商 都多用心思 做多些 美好的 设计 或者配套 或者packing 其实 不只是一部电话 希望 多用心思 往往 走多一步 就已经不同了 OK 这个电话本身 放下 这些 隔壁 OK 这部机 有一个 触摄器 的手机 一个 2.8吋 电阻式 屏幕 就是 QVGA 320x240 后面 还有一个 太阳能的充电板 也是 宣布 環保的主题 以太阳能 太阳晒一下都可以充电 这些东西 也不是新东西 很多型号 Samsung LG 其实都有出过 有太阳能充电的手机 但是 老实说 都是 灼头多于一切 因为 老实说 要晒多少个钟 才能使用多久呢 这些就 后话 这些有一个 飘马 logo 这些是 机身 有一个 飘马 logo 有三个按键 前面 又是有 Video Call 的镜头 因为 本身 这部机 也是一个 支援 3.5G 的 手机 最快的 HSDPA 就是7.2Mbps 好了 打开它 有个 micro SD 这个是SIM卡 位 这个就是太阳能充电的板 好了 那 拿一块 电池 开一下 机 介绍一下 先 OK 开机 有一个 黑色的画面 再加上 红色字 很有以前的 Analog 年代 Motorola 那些 Star Tech 电话 大水壶的 灯的感觉 当然 有个炮 好 当然 好了 好了 那 这个 就是 基本的 standby 画面 这个就是 那个讯号 不是 一般 我们看到的 几个格 就是一个 箭把 现在 越多圈 就真的收得越好 那 这个 HUNGRY 这个 其实就是电量 那 以这个 有少少这些都是 idea 譬如 他说 炮 HUNGRY 不够电 那 原来 28% 这样 而且 拉下来 就 显示到 基本部电话 的 status 这样 这个 就是 三个 主功能的画面 那 就有 比如电话 那 那 其实 那个 UI 那个 interface 其实真的做得 相当之漂亮 很简单 但是很漂亮 这些就是 心思 那 Message 那 这些都是 一些 很基本的 那 另外 这里 就有个 心形的 就是做什么呢 看一看 看一看 哦 原来就是一个 Entering Puma World 那就是有一个 呃 有些介绍 关于 那部机 那样 那 亦都叫你 Register 等等的东西 那 都是一些 基本的介绍 手机的 一些资料 那 那就 skip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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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出回去 OK 那 接着呢 呃 我们推个屏幕 那 就会看到其他的一些功能 包括 比如说拍片 啊 拍照啦 上网啦 啊 另外呢 就一些Message 等等的 那 这样 那 另外有个 Spin the Bottle 那也是 啊 转樽的 一些 Game 这样的 那另外 这个 就有个黑膠唱盘 那种 的 形式 Play 那 那个唱针 就会走到 那个 黑膠盘上 就会转的了 那 亦都可以 scratching 的 不过 因为 本身 就是以 电阻式的 所以 其实 灵敏度 一般的 那 所以 做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 就是 做这个游戏上面 不是太过灵敏的 不过 Anyway 啊 价钱 将价就货 都会是这样的情况 那 另外 这里呢 就会有一些 是以 运动主题的 那 譬如说 你这个跑步 它可能会做一个跑步计 就是 单车就是 算你踩了多少公里 等等 那 这里呢 这个船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 Compass 就是一个 3D 的 Compass 那 都 挺帅的 当然 也不是新东西 但是 也有了 这个功能 另外 这个Stopwatch 也是 都是 你做运动的时候 可以使用 按一下这个 这个位置 就会开始计时 了 跑步 等等 都可以使用得着 按一下 按一下 便停止 按一下 便停止 便停止 按一下 按一下 这部机 镜头 就是后面 后面是300万像的镜头 另外 前面 也是有个 Videocore 镜头 也是支援 这个 3.5G 7.2Mbps 的 HSDPA 这里 就是 机身的 旁边 机身旁边 就是充电位 机顶 下面的底部 这样 这样 那 其实 这部机 就是 包装 和 心思 在做 界面上的 心思 或者 里面 一些很小 微的 program 里面 的东西 都是 值得支持 那 这个就是 飘麽风 那 值得 一赞 那 那 这次 就是 完成了 第一次的 Video Review 就是来自 Phone2Phone.hk 那 多谢 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